父亲号 你觉得我刚刚的话会是做梦吗 不是做梦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把我名下的股份都送给你 你想做最大的股东也好 做董事长也棒 只要你高兴就成 当然 我们还可以明天去做个公证 但凡我要离婚 那就把我所有的产业 跟名下财产都给你 我精神出户 不就只是一个父侍吗 只要他想 他可以创造无数个同等规模的父侍 简易熙对于他这种半分思考都无 能毫不犹豫的回答 这种配合 他是相当的满意 给了他一记笑容之后 这才看向气得一颤一颤 随时都要晕过去的人 真是罪过 老爷子 听到了吧 所以别惹我 要不然 你孙子可就要进山出户了 简易熙都不知道 这老头干嘛非揪着自己 好吧 他拿了富家那么大好处 他这气得也不奇怪 为了防止自己 真把人给气死了 我上楼去了 这边你自己搞定 去吧 然后 父听后 生怕老爷子气得不够 他在简易熙卖部前 又补了一句 哎 明天咱们 去公证 简易熙听到他的话 内心神笑 这家伙 真是比他还能够气人呢 瞄了一眼 背弃得翻白眼的人 行吧 父听后 你要是敢明天 去做这个公证 我明天就碰死在你面前 我得要看看 你这个不孝孙 是不是真能拢裤到 看着从小培养 你的亲爷爷死 爷爷 这世上好多事情 都是不能阻止的 比如 春夏交停 天要下雨 又比如 你不想活了 我当然也不能去阻止你 勉强地活着 高舟听到主子的这番话 他干脆低垂下头 论厉害 还是主子他最厉害了 三言两语就是绝杀 明知道老爷子 这辈子最在乎的 就是富士集团了 主子真要把 民家的产业 包括富士集团 都给了夫人 那么老爷子 肯定得气死 富听后 你当真是尸宝静了 想要气死我不撑 我让你好好养老来着 你非要管那么多 那么一劳永逸 我觉得公正特别好 爷爷 富听后的神色 从漫不经心 变得冷酷了许多 你以后 还要再提一遍离婚 我就直接把股份 全部都给减一心 你知道的 我这个人 一向不开玩笑的 爷爷 你想要保住 富士和富江 那以后不要让我再听到 离婚两个字 好了 高昇 你送老爷子 回他的住处 没事 不要让他随便走动 我自己走 然后踩着重重的脚步走了 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是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 但是他知道 这打过来的人会是谁 乔队长 什么事情 简易信 你能来警局一趟吗 简易信 简易信 听到他这个话 真愣住了 你是说 他自杀了 这个女人 有那么的脆弱吗 他觉得不是 对 十分钟之前 他突然就用筷子 插了自己的喉咙 因为用力过猛 当场就没有了气息 你能过来一趟警局吗 简易信 回神 对于那个女人的死亡 她是什么感觉也没有 抱歉 不能 我不愿意 简易信 你等等 这次是我请求你过来一趟 上次不是说 她被催眠了吗 你过来瞧瞧看 简易信 沉默了一下 那行 我现在就过去 你要出去 正要通你说一声呢 我去警局一趟 刚刚乔野打电话过来 那个简易自杀死了 她有点事情 姑叫找我 父听好心中 有些不悦 把那乔野给系上了一笔 简易死不死的 来找她老婆做什么 我陪你一起去 简易信知道她很忙 就拒绝 不用了 我自己开车去就行 那你小心一点 行 我知道的 简易信看着她那张帅脸 你放心 我刚刚掐着一算 死心利于我 在高中和父听好 两人的错误中 她摆了下手便走了 简易信开车来到警局 乔队长 你不会是在这里 专门等我吧 对 就是等你 谁叫你是重量级的人物呢 我得亲自来这里等着呀 没想到你还会开玩笑 走吧 先进去看看 我在这里 在医院 我带你过去 简易信这时才想起 那个女人 可是被判了的 就算是没有自杀 她也不会在警局里待着 而是应该在牢里 这会儿自杀了 那肯定是在医院的 人死透了 自然绍送到太平街里 简易信就是在太平街里 看到那个女人的 她先前有没有病例子 比如 抑郁症之类的 没有这类的毛病 她整体看起来给人一股 很柔弱的感觉 但是身体各项机能没毛病 都挺好的 心理素质 也很不错 她还特意让人看着他点 这段日子 这人也正常得很 丝毫也看不出任何的异样 并且 伯家那边还在准备为他上诉 却没有想到 自杀来得这么猝不及防 真是让人想不通 简易信忽然想到了什么 旧身手直接掀开了白布 然后往那肚子探去 等他掀开那衣服的时候 这才发现 上面有个很长的伤口 脸色微沉 果然如他想的那般 当乔野看到这伤口的时候 也是有些意外的 我去问问医生 他拿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出去 几分钟之后 他挂掉了电话 看向简易信 刚刚问到的 在简易强救无效的时候 他的身就被取出来冷温保存了 在他生前 他写过一封军身的遗书 就放在他的口袋里 另外呢 他在这家医院 也签过一份 保密的捐审同意书 所以 简易的死 是为了给自己女儿捐审 但这事儿 怎么想都有些不对劲 而且居然没有人 事先通知他 生前是什么时候 乔野回想 刚刚电话中所说的日期 推算了一下 宣判前的头天 那份同意书 就是律师带进来的 所以这个女人自己的渗源 其实是可以和博生宝匹配的 即便是这样 他们原先的主意 就是他这里 那可真是可笑 没其他事情 我就先走了 等我查到再来跟你说 你在想 那个姓伯的 我只是在想着 这世上 真的有如此恶毒的女人吗 时间把握得如此好 提前从国外赶回来 新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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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鲜�鲜�� 瞪她一眼 不想跟她多说话了 哎 你想不想 让这张手术失败呢 简易熙立即明白 她说的是什么 她现在都已经进了手术室了 你怎么让失败 这你就别管 看结果就行 父听号说完就要打电话 简易熙见此 连忙阻止 不必 顺其自然就行 没必要再去强行阻止 她倒要看看 博生宝这个女人得了简约的肾 半夜会不会做噩梦 不过 也许真不会 毕竟 那个女人的心是全黑的 况且 就算是手术成功了 能不能度过排一期 也是个问题呢 真不要 顺她手术成功 啊 没必要为了那种女人 脏了自己的手 善恶有果 作恶多端的人 总是会有报应的 你先等看着就好了 简易熙说的有些意味深长 父听号听到她又是些神棍的话 嘴角抽了抽 不过 见她不愿意 也就打消了主意 我先去洗澡了 简易熙拿上睡衣就往浴室走去 只是她刚想关门的时候 没想到 跟过来的父听号伸手挡了一下 一起啊 如果你不介意我大爷妈来的话 那就一起 父听号一听到这三个字 脸一黑 不介意 这下子轮到简易熙扼然了 随即她快速地推了她一下 把她推了出去 你不介意我介意呢 直接关门啰嗦 动作一气呵成 父听号看着这关上的玻璃门 叹了一口气 看来 今天只能是这样了 主子 慕容锦承要见你 人就在门口 父听号还没有接到 慕容锦承和博正宝 联姻递婚的消息 因为瞒得很紧 但她能够猜到 慕容锦承这会儿来找她 肯定是为了博家而来 没准 就是为了博正宝来的 让她进来 是 等她停车之后 走进客厅的时候 就看到了 从楼上下来的那一对 她的眼睛 从父听号的身上 移到那个女人的身上 说实在话 她的确是被惊艳了一把 没想到 这个女人 居然比博正宝长得还好看 慕容锦承 你的眼珠子 是不是不想要了 不听号 难得老同学见面 这就是你的代客之道 那也得是客才行呢 你先就吃点东西 嗯 好 锦衣熙 你等一下再走 我有事要找你 锦衣熙听到她的话 威亚 她找她 她可不记得认识这个人 锦小姐 慕容锦承 这是我老婆 麻烦你称呼她为 傅夫人 锦衣熙 你的妹妹博真宝正在急救 她需要你的血 麻烦请跟我走 为她输血 锦衣熙 听到这番话之后 吃笑了一声 本人可从来都没有任何的兄弟姐妹 别乱攀亲 不管你承不承认 这血缘 那是真实存在的 她现在危急 请跟我去救她 况且 你只是输了点血 而对珍珍来说 那就是活命 即便这是陌生人 你也不能这么的残忍无情吧 啊 原来这会儿只要我的血 不要我的剩了呀 你要是愿意捐的话 那最好 珍珍她手术出现了排斥 如果能重新 你在想辟齿呢 姓伯的女人 跟我老婆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连亲生母亲 都敢杀的女人 也配偷到我老婆的熊猫血 慕容锦衬 你眼睛没瞎吧 居然连那种恶毒的女人 都敢要 总算是知道 这个慕容锦衬 不遗余力地帮伯家了 原来是这个 不听号 你别太过分了 别什么帽子都往珍珍身上扣 她已经那么的惨了 你们就不能有点爱心和善心 爱心善心 她也配啊 傅廷浩 你能记点口德吗 不能 傅廷浩气势凌人 你们都打上我老婆的主意了 不是血就是肾 还想要让我记点口德 你们怎么不记点应得呢 锦衣熙实在是没有忍住 她的唇角上扬起了一个微笑的弧度 恰巧 正被愤怒中的目中锦衬看到 锦衣熙 你怎么就可以这么的残忍 只是让你输点血 救救珍珍 你居然就不愿意了 只有不能要你的命 说吧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给珍珍输血 一个用着催眠暗示 让自己的亲妈替罪 又用暗示 让自己的亲妈自杀 然后得到了手术的机会 这种恶毒的女人 别说是给她献血了 我还会报警呢 别以为得到一个肾 就能安然地度过下半辈子 那种女人就算不受天前的惩罚 她也会送博生宝去监狱 度过后半身的 你别胡说八道 珍珍可比你善良多了 慕容锦衬眼神锐利 你真的是白瞎了你这一张脸 同样是一个麻生的 为什么差别会那么的大 慕容锦衬 你是不是想死啊 跟你说过了 我老婆可没有那种 恶毒的女人为亲戚 还有啊 你眼瘸眼瞎 鼻子这里显摆 那种女人也配合我老婆比 她是连我老婆一个指甲盖都比不上 现在 你可以滚了 傅廷浩 你尽管提条件 我都可以答应你 我只要她400cc的血 她三天就可以补回来的 又不会损身体 别说400毫升的血 我老婆的每一根头发丝都是薄 损一根都不行 更何况 是那么多的血了 所以 别做梦了 赶紧滚 没准你还能有时间 去救那种恶毒的女人 她给了高中一个眼神 高中立即上前 慕容大少 请吧 简易熙约了乔野再过云芳见面 你查的东西 查到了吗 简易熙把优盘递了过去 我拷贝了一份资料全在里面了 你自己回去看吧 里面还有博征宝一些证据 足以抓她 但是 她昨天晚上做剩一致手术 你不会不知道吧 还有 她的一致手术好像并不成功 所以 就算是有这些证据 估计你们现在也没有办法抓她 我的建议是 你最好后一个月之后再看看 但不保证 人家还能活着 没有她的肾 那个女人 密疏已尽 乔野眨了眨眼睛 好一会儿 才消化掉这个消息 行吧 她这病啊 可真是及时 说实在话 她对博征宝那个女人 没有定点的好感 一个能给她亲妈下催眠暗示的人 这心肠实在是歹毒 照你说的这个消息 那么 检阅岂不是白死了 也未必 就是她自己造的果 就得受着 你肯定还有余 我就不打扰你了 先撤了 改天呢 等我有空再请你吃个饭 哦对了 这一顿算我的 不必 有人请 再见 说完这句话 她便直接走了 一道风风火火的身影闯了进来 一屁股坐在刚刚乔野坐过的位置上 她看向简一溪 喊嘛简一溪 你这挺滋润的啊 来来来 开给我倒一杯 要咳死我了 简一溪捏了她一眼 自己没手吗 凌蓉冲着简一溪翻了个白眼 让你倒个茶而已 至于吗 算了 还是我自己来吧 不劳你这个大小姐 不对 你现在已经迈入妇女大队伍了 是个 已婚妇女 然后她十分八卦的凑过去几分 简一溪 你家的位怎么样啊 对你还行吗 还有 活好不好啊 简一溪听到她这个话 满额头黑线 直接把手中的杯子给炙了过去 玲珑珊盛稳稳稳地接住 瞧你这脾气 就是轻眼罢了 虽然还不乐意 你找我什么事 赶紧说 要不然我就走了 行行行 我说 真有事找你帮忙 明天我要去拉斯维加斯 参加一个赌局 但是我这手受伤了 所以本来稳赢的局面 现在没有了 姐妹 求你救个场 你这手怎么一回事 她知道玲珑的身手不错 一般不太会受伤 别提了 她也不是我那极品的父母 五十多岁了 居然生了个二胎 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养 居然打伤了我的厨艺 回家闹了一次就受了点伤 然后就断绝了关系 简一溪的嘴角抽了抽 那他们将来会毁断肠子的 居然丢了你这样的摇签树 别提他们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怎么样 你帮我一下 好 她与玲珑是在三年前一次意外相识 当时玲珑还救过太子 所以这忙她肯定是要帮的 更何况 他们两人脾气相投 已经是最好的朋友 太好了 我真是太高兴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明天上午八点出发 我去订机票 嗯 行